一言郭靖安6月20日 现身香港星辰电台 宣传主演的TVB新剧白色强人 这次在拍摄期间 有一幕郭靖安要去抽烟 是不是很久没拍这样的戏了呀 有一个剧情就是因为压力大到一个点 那个YT不知道怎样去解决 那个时候就 他用一场戏去表达就是抽烟 抽烟去表达这个情绪 对很久很久没有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不应该再 宣传这个抽烟这个行为 可是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拍过抽烟的戏 所以那一天人家都问我会不会不治人 我就说应该不会 虽然很久没有抽烟 应该不会 另外郭靖安还透露 马上要和儿子二人世界去欧洲旅行20天 这也是郭靖安第一次 独自带着儿子出国游玩 因为老婆欧倩仪要上夜校 女儿就年龄还太小 但是女儿有没有不开心 带哥哥去 不带他去呀 有他有投诉 他不停地说为什么不带我去 然后我跟他说 我欠你一次 当你长大再过几年 我会带你去一趟 是 因为从他出生的时候 我已经有这个想法 就是在他过了十岁的时候 应该跟他去欧洲去旅游 就可以让他看一看这个天空 是很大的 让他有另外多一点的想法 某方全美 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